在中共清零政策下 位於霍荷浩特市的內蒙古工業大學 從10月1號起封閉管理 期間不斷有學生在網上曝光 陽性學生沒有及時拉走隔離 發高燒的學生沒人管 導致疫情一發不可收拾 教學樓體育館成為隔離點 物資短缺 食堂陸續停擺 目前每天只有兩餐還不能及時送達 全校3萬師生吃飯困難 當局要求學校自救 17號校友會發起捐贈 號召校友資助母校共渡難關 當地還有不少居民抱怨物資短缺 物價高漲 但網上很多求助信息遭到封殺 網傳視頻顯示 呼和浩特封城20天後 每天仍有大量的居民被拉走隔離 核酸檢測現場人山人海 當地網友披露 已知社會面感染病例太多了 根本沒有地方拉人了 高官怕掉無紗帽 已經不管了 新唐人記者熊斌 黃宇寧採訪報導 再次遊歸道 今次遊歸道 新唐人記者 SOF